記載的新聞 繼續來看 我們在賣這個十分三口的 連鎖大白場在臺南的婚店 有家長帶到一歲幼兒 買出去買東西 因為小孩沒有掛水癢 店員是當不讓他們進去 應付到家長的討論 臺南市衛生叫說 這個家長如果沒有辦法 把小孩掛水癢 就要避免帶小孩去人桌的地方 這樣比較不會去問到北斗 其實到這個大白場 帶到所謂家長都會帶小孩掛水癢 但是有家長說 這個小孩一掛水癢就要給他 困住 實在也真沒辦法 臺南這間賣三口的賣場 門口大公公說 配合風域 他一定要掛水癢 不過之前有一位家長帶一回 小孩買去賣場 所以因為小孩掛不住 向祖董 家長因為這樣 正有望來願探戶 店員讓母台都不好 這瓶文章一掛隨意大家討論 基於安全 我覺得他是這樣做法 很正確的 贊成賣場的做法 因為小孩子他戴口罩會呼吸 比較不順 民眾歡迎都不一樣 臺南衛生就說 如果他沒有辦法戴口罩 請不要帶他到這八大場域裡面 因為臺南 既然是這個到高雄這間賣場 裡面的孩子都有些水癢 不過其實這個動作 對一些家長來說 真的是頭牽毛在想 水癢對一些小孩來說 實在很恐怖 家長想要配合風險 也很無奈 強行戴 他只會尖叫哭 反而是影響到人家 之前他一歲的時候 他就是會拚命扯 那現在是我們慢慢要跟他講說 我們要出門的就是要戴口罩 到底沒有一歲小孩 跟隨便掛水癢 這回重心也來回應 當然是希望能夠戴啦 要不然至少要維持一個 安全的社交距離 自鎮潮擁擠的時候 那小朋友也需要受保護 畢竟大人知道風險 不過小孩也不來 那是不小心去圍住 都是大家沒願意看到的結果